為了四年前的初選裂痕 郭台銘隔空向韓國瑜道歉 幾個小時之內 韓國瑜臉書也寫下 來這可追奮鬥團結 記取教訓共創勝利 看似上演郭涵和解 但侯瑜卻說 韓國瑜那是我們新北的好朋友 韓國瑜是新北市的一個老朋友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認識 這也是我們常說的 每一個人不分你我 收編韓粉 郭侯角力近在不言中 像是面對能源問題 侯佑儀堅持沒有核安 沒有核電 郭台銘卻又主張 一線是一核電廠 認為現在討論這個核式嗎 其實這樣看 每個人對能源政策 都有表示意見的空間 讓台灣如何不切電 大家有共同的一個方向 這才是最重要的 前的對手有不同意見 但要我評論實在不太方便 倒是前一天在備詢時 強調正副總統 從沒為了疫情到新北 會議時隔一天火力不堅 總統副總統 有沒有來到第一線 關心新北市的基層市民的心聲 跟需求 我相信新北市的市民 對整個過程都了然以兇 我們更需要的是有效力 狭化應變有能力的政府 黨內避免互相攻擊 砲打綠營總可以 TVBS 黃俊恩 追蹤群 文藝修宿 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